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算大致吧 算是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梦 算一个梦想吧 可能人类的一个梦想吧 都想飞上天 然后 这我们小时候都想啊 也想吧 对 我问我身边的朋友 95%以上人都想实现这个梦想 你开了吗 现在 我还没有 我这个月底就开始进入学习了 那有些什么研究啊 跟我们谈谈体会 体会 现在就刚才你 现在很多人在 我身边的人都跟我讲 说是安全第一 说别的 你先别讲了 别什么 我还那天说 我说我要飞越海峡 因为有海峡 它会有气流 它会有增加难度 他说你先打住 你先慢慢就能够把 能把飞机能开起来 能飞行 然后能平稳的降落就可以了 所以安全是最重要的 真是 马先生对飞机实话有了解吧 飞机的历史100多年 这大概也都知道 飞机是改变人类的 人的自身物流的一个奇迹 过去人旅行非常长 过去你不是人那个 你刚演的那唐朝的时候 那唐朝 唐朝的时候 人的分别都是什么 十八相送 他得送 两人头天喝酒 干什么 都是得哭 为什么 那就是分别一次再见 不知何年了 对吧 那么有了飞机就没这事 早上去了 晚上又回来了 飞机就改变人很多感情 什么故土之情 思乡之情 是吧 而且我觉得飞机真的是会产生很多心理 你觉不觉着马先生 我现在发现有很多老人有飞机恐惧症 别说老人了 谁都有 很多人都有 很多人 你看前一阵 我老想着说我父母亲 我要带他们去三亚 三亚 想着想去说身体不好 这个原因 最后我问清楚了 就是有点处 坐飞机 我妈到现在就是拒绝坐飞机 到现在 我说我要开飞机 你要不要踪吗 说打死我都不踪 你说你飞行员开 她都不敢坐 哎呦还真是 而且我觉得这事有遗传 我跟你们讲 我觉得也挺丢人的 就是我前一阵在陕北 榆林有一个商业演出 商演吗 我就最后给谢绝了 问啥给谢绝 说说说去丢人 就是我说怎么飞啊 他们说每天中午十二点 从北京飞榆林 有一班飞机叫第三八 说这个飞机呢 就坐二三十个人 小飞机那种支线飞机 我一听说这个 哎呦我就去 你说人呢 就怕那个钻牛角尖 你一下你想啊 我想就这样 万一出了事 我这木质名就得写 人未踩死 鸟未失望 太丢人了 想来想 最后就愣 因为这个就不做 甚至你知道到钻牛角尖 到什么程度 我还问认识一山航的飞行员 我说这第三八 怎么样啊 他说没事 人家天天都飞 人家怎么就你的命 那么金贵呢 都每天中午都飞 但是你看这个 就解脱不开 最后就正因为这个 就不去了 你说这丢人吗 别说 你别说 我不敢飞了 你要飞的是哪种飞机 我要飞的是小飞机 就是也就是 最多能乘客是三个人 就加上我四个人 这样的小飞机 是啊 你肯定不敢做了 而且你说现在很多人订飞机票 他有一种心理 其实我觉得这种心理 究其根源 也挺缺德的 我也有这种心理 就是一问 大飞机小飞机 要选择 我一定要坐大飞机 其实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坐大飞机呢 当然一方面说大飞机 是安全性高一些 可能相对 相对 安全不了哪 但是我认为主要的狼子野心 就是说万一要出了事 人多 人多 陪葬的人多 你知道吗 是不是隐含着这么一种心理 人离地以后惧怕死亡是正常的 你比如说我坐飞机赶上过一次 我跟我一个副总 我们两个人坐飞机 那个飞机拉起来的时候呢 那天那飞机很有意思 前半部分是 有一个团 大概有个二三十人 是头一次坐飞机的人 那边人特别兴奋 然后呢 我们都在后头 这飞机拉起来 我就觉得不对了 拉得过急 这个飞机拉得过急的时候 当生力不够的时候 如果你拉得过急呢 他就能坐下来 就能够下来 为什么飞机失事都在起飞 或者降落这个时期呢 就跟他操作有一定的关系 人类的这个空弹中 有一半以上都是操作失误嘛 就是拉急了 我知道就失重了嘛 失重了 失重以后 就失控了 前面那个没坐过飞机的人呢 以为飞机就得失重一下子 你知道吗 他们就坚声叫唤 兴奋 兴奋叫跟坐翻滚国山车似的 但我们后面就完了 后面我们几个人呢 怕了 怕了以后呢 就等那个失重感非常强烈的时候呢 就就心虚了 说句话就真心虚了 对对对 心虚了以后呢 然后后来半截都不说话 就一直好长时间不说话 最后下飞机了 我就问他 不下飞机我也不敢问 我觉得飞机上问这个事都很可怕 下飞机我问他 我说你刚才害怕没有 他说我当时没害怕 我就想我还有好多事没交代 对对 这里就是他特别真实的说 就是玩好多事就都想这事了 不过不过是飞机是在这些比较这个交通工具来是安全系数最高的 其实都是这么说 不是都这么说 是这样子的 对 但是我刚才问马先生 哪个死亡率高 比如说火车出了事 他不一定旅客都死吧 飞机出了 要是掉地下了 那玩意儿 没一个活的吧 他这个安全系数啊 他是按着一个均值算的 他是怎么算 就是人均多少公里的安全系数 你飞机一般飞得比较远 你不是你咱上一旦广州 你要火车呢 那就是就非常漫长嘛 他也是按着一公里一公里的算 他不是说坐一次 不是按一次 那么算是最安全 你根据你学习的驾驶技术 你说是起飞容易降落容易 起飞降落都比较 就相对降落可能会麻烦一些 他们说降落最悬了 降落会比较麻烦 对 我那天看见一个 要不说非洲空难呢 我那天看见一个纪录片 就降落在海上 飞机断成两截 破降是吧 破降在海上 你知道这个 就像你刚才说这种心理啊 很有意思 他在这边讲啊 早些年 就是还没那么时时毛 截机的时候 在非洲有一个航班 加了油啊 他只够飞三个小时的 飞到目的地 结果上了三个 拿着刀逼着这个驾驶员 说给我飞澳洲去 驾驶员说 飞澳洲可能得飞 十几个小时 说他在飞就是海了 跟地面塔台就联系 哎呦就跟这个截机犯做说服工作 说真的就飞三个小时 你飞要往澳洲飞 就到海上了 海上肯定就是在坠落在海上 截机犯不相信呢 他认为你蒙我呀 说你开不开 你开不开 我剁了你 你开 截机犯太没尝试了 最后就没辙 被迫的 哎呦我觉得那飞 那飞行机师就没辙了 只能往海里开 往澳洲方向开 都是茫茫大海 然后到最后没辙了 这个驾驶员都赶了 反正他想左右是个死 甚至于通过机内的广播 跟后边的旅客说 说告诉大家是这个情况 我们呢会掉在海上 你们有应用的 你们能不能去劝说一下截机犯 其实他那意思就是 你们把它按住 要不然左右都是个死 但是当时还没什么 接机的时候 你知道就像你的反应 整个旅客谁都不说话 因为蒙了 虽然听见机长说 有着接机的 但是一种失神的状态 谁都不吭声 有的人祷告 有的人怎么就不知道怎么 你想实际他还飞两钟头呢 在这两个多钟头里 飞机舱里鸦雀无声 没有一个人反抗 眼睁睁看着飞机 就往那飞 然后呢 这个飞行员还记得 有一个岛 会经过一个岛 那个岛上有一个机场 他本来准备骗这个人 就反正飞机已经没油了 他准备降在这个岛上的这机场 结果发生了一阵挣扎之后 咱就说你学飞行的 他就一转圈 他说我没有 方向晕了 对 这个飞行员后来回忆 就说我没有方向感了 没有方向感 于是只能迫降在海上 但是快降落在海面的时候 他发现岸边的机场 就离他100米远 就在旁边 但是天旋地转了 哗一下 然后你知道这个旅客 说旅客说是那个不就掉下来了吗 穿那个救生衣 你知道你在飞机落海之前 你不能打气 结果那旅客哪管这个多 也不管你提醒 冲冲冲 最后死了一些人 是为什么呢 出不去 一弄到水里 你那个水一进机舱 你出不去 你那个 就已经冲了气了的东西 你就顶着飞机顶上 你爬不出去了 你知道吗 断轻两截 当然还活了很多人 这个驾驶人都活了 哎呦 我就是进行动脱 英勇 太英勇了 你有什么体会 别截我的飞机就好了 别截我的飞机 截我的飞机 我肯定不知道往哪降了 我就跳海了 你说既然存在着这么多怕的危险性 你还过得个什么瘾呢 过他飞到天空上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人可能就是 因为我们坐飞机 跟开飞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们坐飞机是被迫的 是因为我们要去出差 我们要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 被迫要坐飞机 为了快 为了节省时间 为了就像你刚才说 你要去那个挣钱 那么开飞机 开飞机呢 可能你更自主一些 就是你觉得我能够控制我 控制我自己 我想飞到哪 飞到哪 当然不一定 不一定真的你到有一天 你真的开飞机 你想飞哪就飞到哪了 但是这个自主权 掌握在你手里的 这感觉不一样 翱翔的 飞行肯定是越来越容易的 就是包括人类的操纵 当初的就是设计飞机的人 也是他就是完成他的梦想 想人 怎么能 怎么能可以 就怎么能跟鸟一样 能飞上天呢 他才发明了飞机的嘛 他现在我们有这个梦想 我们想飞上天 我们不用发明飞机了 我们只要去学飞机就可以了 你知道人类一直想 人跟鸟一样 要飞上蓝天 尽管我们今天都飞着 但我们跟鸟一点都不一样 鸟是这么飞的 你那是死 我们是坐着的 咱的飞机要这么飞 但旅客就下 脸下白了 它有机翼动 不是没有可能 是有可能的 机翼是这么动的 它有那个是控制气流的 这个飞机为什么不能这么删呢 是因为飞机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 变得跟鸟一样聪明 所以它必须是死的 它遇到任何 这气流啊 一直在变化嘛 如果它是这么删的 那个鸟在这么删中是感受气流 它不停的变化 千万别删 我跟你说 我每次坐飞机 我靠在窗户那 我看他有时候遇到高空气流啊 他那个翅膀 有没有这样的个案 就抖下来了 掉了一翅膀 安全叙数非常高 绝对不会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马先生好像对这个人类交通工具 飞行化有一个妄想 是吗 不是妄想 这个很多人都有这种设想 这是其实实际上 美国人已经发明了这种东西了 有一种叫飞行器 他这个 这个人还有一种名字 我记不太住了 那外国人名字不好记 他也不叫豆温道 所以不好记 那么他呢 小学的时候 老师跟他讲 就是说蜂鸟 就很小那种蜂鸟 说按照飞行理论 它是不能飞的 他不可 他不仅能飞 他还能倒着飞 所以他觉得很奇怪 他就来老想这事 他用了一生的时间 发明了 现在发明了一种飞行器 这个飞行器的 这个样车吧 或者叫叫叫飞机也行 它跟飞机有点不太同 它没什么翅膀 它没翅膀 是个车型 好像车 它有四个发动机 是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 就是这个飞机 就现在制造 这个飞机发动机的公司 罗斯莱斯 它这个 它很简单 它要求发明这个飞行器 有几个前提 必须要达到 第一是容易驾驶 跟汽车一样 每个人都能学会 第二呢 成本低廉 就是每个人都开得起 然后呢 第三是安全性 安全性 以致发动机全部失事以后 它可以平安降落 它要求的 就是这几点 就是滑翔 它全都 你还是没明白它这飞行器 所以你还是想的是滑翔 它不滑翔 它这三点它全达到了 它现在呢 好像今年就开始生产样车了 就是现在的样车呢 是 一百 好像一百二十万美金一台 如果让它普及 就是国家允许这个东西 商业化 五万块钱一台 五万美金 那合四十万人民币 基本上 它就一辆车嘛 就是一辆车 我告诉你这东西有多好 比如咱们三个人 说一会出门咱上上海吃饭 你 一个小时就到上海 而且呢 你用普说是郭德纲的那种飞机吗 对对对 没有 玻璃还摇下来 对差不多 我告诉你 没有沙闸的用腿 速度是700公里小时 到上海一个多小时 它问题好在哪呢 是哪 你比如我们从凤凰会馆一出去 就在停车场 咱们上了飞机 一案指令 说到 比如到上海 波特曼酒店旁边哪个停车场一停 你把这个都输好了 电脑一输 咱们就上面聊天 说话 一个小时以后就落在 就落在那个车位上 非常准 这个东西是现实 不是幻想 是有了 它现在唯一的一道难题 是空中管制 空中管制 是这道难题 空中堵车 空中不会堵车 不会堵车 它这都设计好了 我告诉你 它为什么不会堵车 我们今天堵车 是因为所有的车都在平面上 所有的车都在狭窄的道路上 对 一定飞到空中 而且空中是层次的 你该在哪层就在哪层 这个是电脑控制的 它设想过全世界的车 同时升空 就今天的车 同时升空 目立所及是看不见车的 根本不可能堵车 这种场面 我在那个电影叫《第五元素》里 就已经有了 立体化交通 都是真的能飞的东西 然后你输入 比如你想到上海 或者说你想上天津 你输入的时候 它立刻就告诉你 你不是你驾驶 是它自动驾驶到这个层面上 比如50米分一个层 那就分的这层就多了 没有堵车 城市会发生改变 就是你住在命云 跟住在城里 有时候住在命云 命云就这个速度 到这10分钟就到了 一个指令就到了 然后住在命云的山上 自个儿家里有个停车场 这个不是梦想 是现实 然后它还有什么 比如国界的管制 特别有意思 比如我不能去香港 我没有签证 你这开这车 根本就到了 自个儿就回来了 根本它就过不去 空中有一道无形的屏障 你过不去 电脑控制 你的车不是你控制 全球定位系统不都有了吗 是定位系统帮你控制 你出不去 你说咱想飞到中南海上空 看看中南海干嘛 你上不去 那车根本就过不去 它全部是被屏障掉的 这个工程是一个巨大的计算机工程 那就改变人类交通模式了 20年以后我们都晚年的时候都会坐车 说上哪个海滩上去坐会吧 就去了 对 一会就到 但是你骑停车俩人撞了没事 你那玩意要在100米高空俩人这一撞 它设计过 第一呢撞的可能性非常小 它是电脑控制 第二 即便四个发动机全部停车 它有降落伞 满空中全是降落伞 你学飞行要不要跳伞 当然 然后我们之前要进行一个非常严格的体检 就是不是说谁都可以去学的 你有个严格的要求 对你的身体的一个严格要求 像我这近视眼能开吗 不行 就肯定不行 不行 然后做过激光手术的也不行 哎呦 那你飞的飞机是在多少米高空 600米下 600 就是马老师说这交通高度吗 不不不 它这个交通高度挺高的 它要分不 600米可能算它逼空飞行 对 就是你比如说 我上命运可以这个高度 我上上海一下就升高了 看来我学飞机好像没什么用了 很快 很快 你快当骑车 但我见过那个车的图片 它而且非常劫财 很小 小型的 停车也方便 能载四人 所以那天我就看一东西 就说也算是一种科学预想吧 也不叫幻想 就是说现在火车不提速了吗 这个磁悬幅 实际上原来我才知道磁悬幅的速度 是可以达到像飞机一样快的 是 它只不过因为现在其他的问题解决不了 那天我看见还实验 说将来有可能磁悬幅发射火箭的 就它能把火箭带到那么高的 高速上 一个离地速度 你想想这得多快啊 就只要我们敢想 对 就能实现 我们不能想象一百年后人类怎么生活 就跟一百年前的人不能想象我们今天 你比如你跟一百年前的说 人说我现在有一种手机 说我随便跟世界任何一个人说话 人说你今天胡说 根本不可能有这事 对不对 千里尔嘛 对 千里眼顺风尔嘛 这就是 对 但是 对 我刚才还忘了说了 那个人发明那个飞机 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说他不要跑道 这是特别重要一个前提 直升 它满城市都跑道 这也没法弄 它都是直升的 它那个发动机是先是冲下的 它那个 先停上去 对 它升力足够升起来以后 它就转向 然后往前走 就这样 真的跟电影 这是一个前提 咱们看那个大片 一样 对 真是一样 那像你这个 现在好玩这飞行的人 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很多人 因为据我所知 有钱人嘛 有时间的人吧 有时间的人 然后有点那种想法的 就是可能玩别的玩 你也觉得可能 飞行是一个 一个比较刺激的一个活动 真是 我觉得这个人呢 我之前我不知道 有那么多人喜欢飞的 后来我因为我要学飞机 我了解了很周 周围很多人都都在开飞机 很多都在开 已经开上了 已经开上飞机了 那怎么开呢 他要买飞机吗 有的人是租的 有的人是有俱乐部 有那个飞行俱乐部 然后你要拿到一个驾照之后 你到国外去的话 然后你就可以省去一笔什么租车费了 你会直接租一辆租一架飞机 小飞机 小飞机 小型飞机 哎呦 这太美了 这个是比较有意思 我记得那个好像跟罗斯福家有点关系的 那么小罗斯福吧 前前年 这是个失事 很一笔 对 你怎么老是说失事的事 你怎么一说这事 我脑子里就想起这个呢 很多人都是失事 咱们聚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人心里啊 确实有某种东西啊 它超越这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你比如说这 咱就说找死呢 其实很多行为 在那个发明正式飞机之前 无数人前赴后继啊 你看过那种片子吗 对啊 真的做那梦啊 就在悬崖上 就说我像鸟一样 我给自己搭俩翅膀 呼唆呼唆呼唆 叭唧就摔死了 这就是先行者们啊 那我们还是比较幸福的 我怎么听说你学飞行 我老跟你讲这点 你老跟我讲 要死要活的 最安全的 我跟你讲 无人驾驶 你知道就说 这个导航这个技术 咱就说这导弹 当年 就是马先生你说的 还是有人的 现在的理想是从导弹来的 就是说 当年希特勒德国 先造出来的 炸伦敦 当时伦敦傻了 就是说 那个时候所谓 就是说 我保证能炸中伦敦 这么一个范围 但是已经给惊召了 甚至那个时候 说是拦截啊 这是英国的飞行员 上空拦截 他们觉得那是飞机 他们还瞄呢 说以为前面有驾驶员 其实是导弹 那时候没弄清 这种炸弹 是个 他以为应该有人 在里头驾驶 要不然 怎么自己到目标 知道落下来 他实际 刚才说的那个飞行器 它是介乎于 有人和无人之间 它的飞行过程 是无人的 你只是启动它 然后你坐上去 然后降落的时候 你把这车停好 解决这点事 剩下的飞的过程 都是无人驾驶的过程 对对对 是由他导航 但是你说的那个 是特殊用途的 我们不是去 我们就是 你们不是去放导弹 我们是去开飞机 实际上开飞机 它还有一点 就是它除了在天空飞翔 还有一种驾驭感 就是人的那种征服 征服机械 或者征服征服欲 这个是跟你坐飞机 是不一样的 跟无人驾驶是不一样的 你不太像长孙皇后 你有没有点武则天的机会 长孙皇后也不会想象到 我们现在人可以飞上天的 就是说你这种 你的朋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会不会感觉你是个支配欲 操纵欲很强的人 没有 大家觉得可能 因为有这种梦想的人 都可能男孩占大多数 说女孩有这样的想法的人 可能会少 而且敢于去实现的 就少至甚少了 我是觉得 可能跟我从小的 这个家庭环境有关 因为我们家就有飞行员 所以那时候经常 就可以到飞机场 就现场去看飞机起降 什么的 我觉得那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 不就是起来要降落吗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我也能飞 这么说那段子 说那老鼠的女儿 找了老公是一个蝙蝠 说蝙蝠是蝙蝠 可是人家是飞行员 对飞行员 我们家又有飞行员 哎呦还真是 而且苗普你看 你就爱穿这种 这个野战裤啊 是变过怎么救的 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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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